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天下太平了吗 毕竟现在这一位郭台铭 他呢是人在日本 最近这几天就会回来了 好 可是呢 在日本去日本就请他讲了一句说 是我对不起大家 我努力不够 对不起中华民国国民 那里头就有很多挺郭的人出来放话 包括什么 包括嘲讽说 哎呦 朱立伦现在叫做室内设计系 觉得说一切都是被朱立伦给设计了 朱立伦昨天呢 他在公开场合是直接回应 说现在责任来了 我就扛 好 一切忍辱负重 我都可以承受 什么攻击啊 炮火对着我来 就把我当剑靶 没有关系 只要能胜水就好 好 另一个人是谁 秘书长黄建廷 因为先前有传出说是 朱立伦跟黄建廷 两个人一起去找郭台铭的 那黄建廷在回应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是讲说 我哪有骗他啊 我们甚至从头到尾都是希望帮助郭董 让他更好 还说这段期间我还带着郭台铭一起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郭台铭祷告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说 真的有所谓的 跟朱立伦一起去见郭台铭 还真的有跟郭台铭一起祷告 原因是 另一个人挺郭的资深媒体人 黄光琴是这样讲的 他说基本上 为什么郭台铭 他当时会有这样子心理上面的一些 不是那么能过得去 然后出来讲话的时候 好像没有讲得那么坦然 原因是因为本来很有自信 他讲啊 讲说郭台铭为什么有自信 是因为当时朱立伦 曾经跟他有两次关键谈话 第一个是曾经跟他讲说 侯 侯就侯友谊嘛 侯友谊落上来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不是代表是还挺郭呢 曾经在关键转折的时候 说黄建廷还速度 在郭台铭他家拉着他的手 一起祷告 保证朱立伦没有改变 所以祷告是真的 黄光琴讲的这一段 是不是也是真的呢 这个大家就开始希望能够知道 到底真相是什么 当事人郭台铭说 5月21 今天将要回来了 还说之后呢 有可能会复制所谓的感恩之旅 之前也曾经好像似曾相识 有这么一段过 好 现在如果是像上一届 将争取提名失利之后 开始的感恩之旅 那之后呢 真的 能整合吗 还是记得四年前那些风风雨雨 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 会再发生一次 这一位同样是挺郭的立伟 叫做陈玉珍 昨天呢其实是一个世事大会 我们知道这源之也有去嘛 国民党好像被提名的都有去 但是陈玉珍没有去 大家问他 诶 委婉 哪里没来 委员你去哪了 嗯 很酸呢 他说 我现在就是好好做事 在替人民追求 岁月静好 在各自的位置上面 继续努力 这些通通好像都是针对侯友宜而来 那大家就在问了 那这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先前侯友宜他也曾经因为说 要有人好好做事情 结果四年前缺席了韩国瑜的造势 还说曾经有过三次放鸟韩国瑜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可能会变成这些蓝银选票 或是蓝银团结的一个大变数吗 这个都是大家接下来想要问的 那当然对侯友宜来说 现在是已经正式提名他了 所以昨天也开始有了棋手式的一个工作 直接就在新北市的三重这边 来办第一场的造势 轰什么轰民进党 现在就是在撕裂台湾 而且竟然要办只造势 第一场就把最猛的拉出来 包括谁 谢龙介 包括现在说这个新潮流徐朝鑫 一起来陪着他 来做这一场直播 跟选民之间的对话 他就说 因为看到民进党这样持续的破坏台湾团结 还用爱台湾这三个字来分裂彼此 他说他是因为这样子才挺身而出 甚至呛啦 谁不爱台湾 为什么要把我们分成抗中保台 还有亲中卖台呢 这是侯友宜他推出来的一个疑问 另外大家也要问他 那你说你可以来挑战大问 凭什么我们相信你 侯友宜说他这一句话 他说基本上我是用我的生命 用我的生命来构传台湾的安全 用我的生命来顾台湾的安全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当年白晓燕事件 那个时候陈静新进到了南非大使馆 那个时候就是侯友宜前去跟他斡旋 前去跟他谈判的 所以他说他当警察 就是那一刻起 就开始用他的生命来顾全台湾的安全 好 另一个部分来了 如果你真的要挑战大卫的话 那你有什么愿景 你对于现在民进党觉得他做的不好吗 他就讲这一件事情 他说他认为总统不能够有权无责 所以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柯文哲 现在都抛出了 总统之后应该要到立法院来 国情报告 结果这句话却被赖金得酸 讲国会 这两位都没经验吧 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国会经验的 意思是什么 他才当过立委 他才有国会经验 他也才有站在那个备巡台上 当过行政院长 他另一个事情还反酸对方 你们讲说 现在不但是要去过国情咨询 还说要像行政院长那样 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 这个有违宪政制度吧 话都讲得很酸 可问题是到底选民的感受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了 所谓的非律阵营 有没有可能到最后变成整合起来 有一个人很重要了 郭台铭 郭台铭真的会跟柯文哲整合吗 这件事情影响到蓝营这边很基本的票仓 包括了侯友宜阵营 包括了蓝营立委 他们都讲了 选情叫做审慎乐观 因为柯文哲本身其实也拿了一些蓝绿之间的游移票 所以基本上只要国民党这股能够团结起来 侯友宜本身有拓票的能力 支持度是可以稳定朝上的 但是但是柯文哲 现在你看到他在民调上头的支持度 也很多人讲 如果真的是撒嘎都的话 不能忽略他 他现在也推出说他当选之后要组联合政府 当然希望替自己开拓的 就是更多的游移票源 好 这一股力量有没有可能变成 最后大选一个决定的关键 回过头来请教兵哥 现在大家要问的是 最关键的就是 好 你要是真的要跟民进党打对台 国民党团结吗 现在党主席直接被人家奉 室内设计系你专门设计人 朱立伦说我可以承受 这不是承受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朱立伦主席说 他可以忍辱负重 他都可以承受 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设计人家 你为什么不能把话讲明呢 就如果你没有被设计 没有设计你是冤枉 你就把话说清楚 你倒是到底跟郭台铭讲了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件事情 你到底跟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没有设计他 你为什么不能把话还原呢 就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你当初是怎么去 跟郭台铭沟通的 因为现在谣言满天飞 大家都讲得跟真的一样 好像每个人都在现场 然后都看到郭台铭跟你 在讲的过程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光琴指责了 他指控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事情 黄建廷你一直带他祷告 祷告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好祷告 如果你们都确定是他要干嘛祷告 为郭董好 帮助他 让他更好 这是怎么样 我实在是搞不太懂 这些人奇怪 为什么 我觉得国民党的人真的很奇怪 就是等一下问一下原知 为什么很简单 几句话都可以解决事情 非要跟你拐弯末脚 在那边东绕西绕 然后还是没有答案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话说明呢 黄建廷你居中穿箭了 那你到底是怎么跟郭台铭说的 你讲啊 对 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有没有那一种 那个朱立伦在郭台铭面前保证说 就是你 你帮我搞定猴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有没有这一回事 你们可以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 不要不针对问题回答 这样你们跟蔡英文有什么两样 对不对 那我去听蔡英文讲话 反正你们都是言不及议 所以拜托把事情还原好不好 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那郭董说要用感恩之旅 OK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当然这段时间 不管他最后有没有成 很多人也帮助他了 所以他要去感恩 我觉得这都是他的选择 那对蓝军来讲 或对整个在野势力来讲 当然现在动向就是 郭台铭还会不会继续出来 他是不是单独会出来呢 还是会去跟柯P结合呢 还是会回来 按照他自己的承诺 去挺侯友宜呢 现在没有人知道 那当然郭董的去向 会直接影响到 2024的选战结果 所以大家都会看 可是郭董到底会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人知道 因为我觉得光景姐 顺便可不可以爆料一下 告诉我们郭董 现在到底答案干嘛 可不可以随便跟我们讲 反正你都知道这么多东西 可不可以随便告诉我们一下 因为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至于说侯友宜 他现在开始起跑 那当然整个态度 就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都还停留在 口号式的东西 那接下来他应该要去展现的就是 不是一句话带领台湾 或是一句话表达心态 而是你到底对台湾是怎么规划 你对两岸之间的问题 打算怎么处理 你对核电的东西 这是很多人对核有疑的疑虑 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台湾的未来能源政策到底要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有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像过去 这样厚厚做事情就散过了 你必须要很明确的跟大家讲 你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你打算怎么样 把台湾带到什么样一个境界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说明 所有的政策你都必须去弥行 那至于说赖清德说这样子 就是总统到立法院去 去接受咨询的话是违宪 有吗 你如果强制总统去是违宪 可是我们的宪法里头也没有说 总统不可以到立法院去被询了 有这条吗 没有 我记得宪法没有这样写 所以如果总统自愿去 被询为什么不行 他也可以 我觉得不管到底为不违宪的争议 还在其次 重点是赖清德这句话 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 假设是他上台的话 他绝对不会去立法院 他现在又是当皇帝了 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他在告诉我这件事 也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中华民国的制度非常糟糕 也就是总统是永远 不用负责的那个人 然后什么事也不用管 也不用接受挑战 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们制度上是有问题的 但是赖清德在告诉我们 他觉得这样很好 他以后会继续这样做 至于说柯文哲讲说 他要组成联合政府 我必须说这是废话 因为事实证明 就是柯文哲如果能够上 他的政党一定是少数政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不组联合政府 这个政府做得稳 所以他必须要组联合政府 只是要组联合政府 也不是一句话而已 而是接下来柯文哲 应该告诉我们 他的规划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才能够说服更多的人 好 其实在这一次选战 对于很多 特别是非绿阵营的选民来说 他们想问的就这么一件事情 第一 国民党人选是什么 现在国民党人选出来了 但是大家真的有觉得心比较安吗 来源之 郭台铭今天要回来 说要复制感恩之旅 大家想问的是 四年前的感恩之旅完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现在 侯友宜阵营跟蓝营这边好像 对一切都觉得 不会啊 审慎乐观啊 侯友宜也有投票能力啊 看起来好像 一切都乐观 但内部呢 像你们这种要选的 难道不担心吗 基层上面 大家其实很多说法 其实你看前两天TVBS的民调 侯友宜是30% 然后赖清德27% 其实是小英3% 大家觉得说稳了 但是其实你要看趋势 趋势来讲的话 侯友宜是有下跌1% 我认为说这个下跌是为什么 下跌主要原因就是郭侯之争 就是说当党内有竞争的时候 挺郭的就不会讲侯 挺侯就不会讲郭 所以接下来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 支持郭台铭的人 心里面是不平的 真的有 不完全是1450 因为蛮多人来我脸书留言 有的就是1450 没头像 没朋友的 只有一个朋友的很多 但是撇除这些之外 也有人是打电话来服务处的 花20分钟 30分钟来抱怨的 也是有 这些都是真人 所以这些人你说 会不会因为很生气 然后就说暂时只要做民调 你就讲柯文哲 我觉得是有的 所以柯文哲的民调会起来 侯友宜的民调会下去 虽然说还是领先幅度 但是会下去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郭董的态度 如果郭董他回来之后 巡回之旅 他现在民间身份很高 大家都支持他 假设他最后可以站在 侯友宜的旁边 或跟国民党联合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下架民进党是最重要 对国民党就是吃了定心丸 可是如果迟迟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最近一定就会一直被人家见风插针 就是说国民党对不起郭台铭 你看郭台铭都没有说要支持国民党 这个对国民党就是会有很大的伤害 我个人是还比较 我个人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郭董这次跟四年前很不一样 四年前他是从来没有对 韩国瑜表达任何一点点的 祝福完全都没有 可是这一次他是在 他这一次是在侯友宜还没有被征召 前一个小时就主动发文 而且他发文的文字是写得满死的 他说他绝对会支持侯友宜 一起下架民进党 我会觉得说郭董这一次会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这样子乐观就不去理郭董 刚刚兵哥讲我也都认同 就是说我们那些党内的高层 主席这一段也认同 就是说主席或者是秘书长 如果在这过程当中 会让郭董或郭振英 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极力去化解 不能说好像反正你话都讲出来 所以我不理你也没关系 我觉得千万不能够这样 所以一定要去化解 至于说民调你看 我其实对于尹赖清泽还是乐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泽都好整以下一段时间 他已经一个多月 他本来做副总统就没事干了 每天在成立信赖之友会 可是民调他也是起不来 拍了一堆影片年轻人还是不支持他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团结 我觉得机会还是很高的 是 好来 王辉委员 我先从柯文哲的部分讲起 我们昨天也在淡水这边举行 宣誓总统参选的一个记者会 昨天虽然滂沱大雨 但是我觉得大家整体的信心 是非常被柯皮感动跟说服 我先讲 我昨天看到T1台的民调 大概就是在49岁以下 柯文哲的支持度是已经到40几% 我想他对于 不管是居住正义或是友善生养 高教或是我们未来台湾的 经济民生的发展 我觉得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准备 为什么说他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他在4月份要去美国之前 其实就跟我们的智库幕僚 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 对于要参选总统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你要端出什么样的牛肉 来告诉我们台湾人 就是未来的4年 你要带给台湾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不是缺缺缺缺缺缺 什么东西都缺 没有办法让我们过最基本的 就是民生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生活 那我要讲这个赖清德赖副总统 我觉得你也要去查一查立法院 你不要就是以为你做过立法院 立法委员就比较了解 立法院的一个运作 我看到的是你的一个傲慢的一个态度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是民意 所选出来的一个代议士 那你在昨天在讲 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他们讲说要到立法院来做这个国情报告 我觉得是最基本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莱猪要来之前 其实我们透过政党协商 就可以请这一个 我们的一个总统到立法院来做 所谓的一个国情报告 所以你不要用你傲慢的态度告诉大家 一开始我就说 我这个事情是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是 你面对人民我们看到的是你的一个 态度就是非常的一个傲慢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次 征召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最近比较常内政委员会考察 跟郁珍委员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他的一个upset 那个upset就是说 这个八成 郭先生这个八成的自信 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朱主席 到底是怎么样子沟通的 沟通到让我们的这个 就是郭董觉得 他有八成的这个机会 所以他在这个 不管是下乡也好 或者像陈玉珍 他们帮忙扛叫人也好 他们都觉得他们都还在这个游戏当中 问题是看起来这个结果 是没有游戏规则 那现在我想 接下来郭董今天就要回来 不管是感恩之旅 或者接下来相关的一些沟通 我想也是国民党这边要去面对的 好 当然啦 接下来 今天郭台铭从日本回来 那出国前是这样讲的 回来之后 会不会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谈话 接下来这个感恩之旅 路怎么走 跟四年前走的一不一样 这都是很多人想问的 我们先进口告